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集我会请Michael Zhang和大家更新整个TMP行业 最新的发展究竟是如何 除了刚才提到的三家公司之外 其实Michael Zhang还有其他投资想法 下周会带来给大家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拆股王 回顾完TMP那几个投资想法之外 部分值得继续持有 部分现在未必是进入一个适合的位置 其实不要紧 选择一个适合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进入 另外除了TMP之外 也有其他几个不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想法 只是在这一刻仍然值得持有的想法 TMP是511 之前跟大家提及的 TMP是一个地板价 地板价中间升了16% 现在回到一半左右 到当时提及到8%左右 这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到现在也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只是当不是输指数太多 或者是最高位的时候 甚至是赢了指数 但我认为故事其实是未完 可以回来 为什么故事未完 因为当时提到选择TMP的时候 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分长中短去看 一个较长的原因 其实是慢慢发生的 较长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当时选择TMP呢 就是看到通讯局 当时出了一份通告 或者出了一份公布 跟大家说过他在研究 准许香港一些免费电视台 是在节目里面可以有一个直入式的广告 因为在香港里面 大部分免费电视台的节目 其实是不允许直入式广告的 虽然今次今日的直入式广告 在亚洲其他地方 欧美其实都很流行 如果你有看大陆的电视剧的话 直入式广告是直入到尼泽浦 包括古装剧 都可以直入一些较为现代产品的广告 这是要考验他们相当高的技巧 如果是时装剧的时候更加没办法 如果你有看最近大陆 可能比较流行的一件事 叫《欢乐众矣》 《欢乐众矣》 《欢乐众矣》 据文是整套剧里面 直入了四五十个品牌的广告 为什么直入式广告那么重要呢 因为如果是参考大陆 或者是一个韩国的例子 直入式广告 很多时候如果是流行 或者是套剧受欢迎 其实是占了套剧的成本一半以上 对于套剧的制作来说 是忽然多了钱的 这是两方面的有利 第一方面有利 如果制作的计划多了的时候 应该是制作出来的质量 即节目的质量 相对来说都是较好的 当然会有例外 例如高投资低质 或者低投资高质 但这不是常态 常态就是你出来的效果 都跟你肯投入或者付出多少 是正相关的 此其一 此其二就是最直接的 就是电视台的收入多了 因为除了收入来源之外 即以往的收入渠道 即广告时段只能卖广告之外 即广告时段卖广告 这个继续收费 就是你剧集的时候 或者众艺节目的时候 都可以去卖广告 其实是更加善用 你播出的时间 这个对于电视台是直接有利的 第三 对于无线 尤其是特别重要 因为现在无线的节目 其实你的受众或者广告受众 你肯无线下广告 因为你的受众只靠于香港 香港是一个700万人的市场 而你的节目如果是回到内地部 或者各样东西的话 其实你是没办法 购用广告商的钱 但借入式广告不同 借入式广告就是广告 直入了剧集里面 无论剧集到哪里播出 就是你面对大陆市场十几亿人 去到东南亚有华人的市场 或者美加有华人的市场 那个广告的讯息 亦都可以传递过去 这个就是你购用广告商的时候 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如果通讯局最终是放宽 这个节目广告的话 这个对于无线或者其他收费电视台来说 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 就是说其他收费电视台 因为暂时免费电视台 你也有说只有无线 还有ViuTV ViuTV相对 你也有说的规模小很多 另一方面 因为ViuTV ViuTV占八号 其实那个收入或规模 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如果你说 因为这件事 而找一个可以投资的项目 或者可以投资的对象 其实就只有TTB 这件事是较为长线的 暂时未发生 但也很轻易会发生 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因为之前说 大概是10月左右 就介绍这支TTB 而通讯局的通告 是大约9月初出的 9月初的时候 进入最后咨询业界的阶段 也会咨询公众 然后就会和行政会议提示出建议 以通讯局的处计速度的话 大概需要半年时间 就是我估计 可能在明年年初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结果 所以如果是长线的仓位 在这一只的话 大概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坐着 然后等出现年初的时候 看看它会不会公布 或者放宽 这个接入式广告 第二个当时买的理由 就是关于TTB本身 这间公司 就可能有个基本因素的改变 因为TTB其实需要很多年 无论是股价也好 或者是公司本身的收入 甚至是TTB所制作剧集的质素 其实已经在底部 赔回了很多年 为什么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有一个转机呢 其实就是TTB的收入 大部分是来自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跟什么是正相关呢 就是和香港本地零售销售的增长是正相关的 大家知道 就是自从自由行放换到现在 大概2014年 自由行开始明显放换到现在为止 香港零售的数据是每年都有跌的 即2014年开始 即2013年开始 就逐年跌 跌到今年第二一季尾开始 大概二三月的时候 就忽然间跌幅就收窄甚至开始转正 下半年零售数据看到 转正或者增长就开始加速了 那么TTB的广告收入 就和本地零售的增速是正比的 所以下半年零售销售明显增速的话 其实它的广告收益 应该在下半年就开始有明显的改善 这个是本身收入的改善 而这个改善是应该可以反映在股价上 这个就是较为中短线 然后是关于公司的一个基本因素的改变 这件事暂时都未见到 因为无线距没有出一个季度的业绩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 至少都要等到明年三月份或者二月尾 公布17年全年的业绩的时候 大家才会见到这个明显的改善 但另一件事可能是短线小发生 也就是之前为何它升上去的原因 就是关于之前一个派息 不是派息的 是回购的争拗 因为TVB之前应该是年头 上年尾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突然出份通告 就说会做一个回购 就是用公司的钱 做一个Share Buy Back 就是公司回购市面上的股份 但是大股东 就是黎瑞光、陈克强、陆审 这几个就不会愿意被人回购 因为回购的额其实挺高的 就是等于Total Share 就是总股本的大概十几个% 如果是回购了这十几个%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导致那几个大股东 加上的股份 占的比例忽然急升 就是等同利用公司的钱 就是帮自己增持TVB股份 兼在TVB股价这么低残的时候做 因为这件事就引发了举同证监之间 就有一个争拗 这个争拗最终是上了法庭 上了法庭就判了TVB的胜数 Suppost可以进行回购 但是通讯局又出了一招的蓝老虎 就是关于TVB股权结构的问题 这个就较为复杂 因为这个争拗就是包括证监 通讯局和TVB之间 就搞得七国禁乱 这个是导致TVB股价 之前忽然间再占到26元以下的 一个主要原因 而这件事就开始慢慢出现明朗 因为现在TVB的态度 似乎会放弃回购 虽然限期到1月份 如果1月份为止 都解决不了增压的话 TVB就会放弃回购 对TVB的股价来说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放弃回购应该是一个不利的消息 但其实最不利就不是回购 或者是不回购 最不利就是回购和不回购之间 在无尽的增压 所以现在有一个明显的限期 就是明年1月的时间 搞不定就不回购 其实对TVB来说 是一个更加明朗化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之前 为什么呢 它由26个多 一路上升到30元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不明朗的因素 就开始慢慢被消除 好了 其实TVB这个交易 我认为是集合了 一个较为长中短的要素 在里面 所以短期股价会出现多些波动 因为市场不好的时候 也未必有那么多投资者 是有耐性去等 因为畢竟就是除了回购 这件事应该很快消除之外 其他刚才所说的 基本因素转变 或者是通讯局放宽借入式广告 其实都要等到明年年头 我们才会见到效果 所以长线的资资金 可能在这个位置愿意坐 但较为短线的资金 这个位置是未必愿意坐下去的 所以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会在一个很满 成交很低 大家看到近这几天 成交就已经低到平时的五分之一 但是这个来说 其实相对于安全 就是长线资金或者短线资金 都已经沽得差不多了 长线资金这个位置是坐得舒服的 所以如果作为长线 如果是愿意或者觉得值得到的话 其实这个位置入场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除了这个位置 暂时还没有赚到很多资金之外 有另一款是之前也提及过的 我们先去电脑 这款是1728正通 之前为什么会选择正通的原因 因为正通就出现了一个转型 正通本身是一个汽车的经销商 只是卖车而已 卖车这个行业就是我们所说的周期性行业 周期性行业是不值高估值的 也不值太贵的价值 除了刚刚上市 大概11、12年的时候 那些经销商炒到瘫之外 大部分时间DNA都不值贵的价值 那为什么当时会看好正通呢 除了是因为周期上 内地的豪华车的销售 在这一两年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另一个原因就是 它开始摆脱一个纯粹做DNA 纯粹做经销商的特性 但是这个销商到现在也不可以叫做有钱赚 就是开始提到大概是10月中的位置 10月中最高也是升十多个% 然后回回来的话 比当时也差了5-6% 就是不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当时的想法是有两方面 其实可以回回来 当时的想法是有两方面 除了它出现一个转型之外 就是说它不单纯粹做DNA 兼且就是它和另一间互联网公司 JV就开始做一个网上的汽车金融 包括在一个平台里面介入大数据 利用大数据去计算很多汽车保险 是否做汽车贷款 这件事情 当时就是因为它的转型 令到它本身的股值 有一个提高的可能性 同一方面就是一个影子股效应 大家知道了 就是近期一个新股的热潮里面 先有众安 后有粤文 跟着Razor 然后最近的就是逆阴 正通它新做过一部分的业务 其实跟逆阴是差不多的 逆阴就是当时已经估计到 逆阴应应该在年底的时候就开始上市了 因为逆阴上市的时候 之前肯定市场会找一些影子股 或者相似的股份去炒 所以当时的估计就是 只要逆阴应应开始进入上市程序的时候 市场开始找一些影子股去炒 就会找到正通 至今是发生了 因为人们知道逆阴应应应该 所以开始找一些影子股去炒 最终找到正通去炒 怎样看到的分别呢 因为这半个月内很明显的就是正通 正通之前的股值已经比其他汽车的股份 因为其他汽车的股份 估计明年的股份大概是十一二倍 唯独是正通去到十六七倍 为什么正通贵这么多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正通是唯一一家股份 在一个转型的情况做得这么明显 另一个原因也跟逆阴应有关系 因为逆阴应应应该上升的时候 其他带领都在回落 唯独是正通在升 当时是估计了逆阴应应应应该会炒正通 但是没有估计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近这一两个月的时候 所有周期性的股票 其实都是在一个下跌的趋势 刚才说到的 就是卖车做汽车经销商 本身是一个周期性很重的行业 所以其他的同行都在回落的过程中 正通虽然走势是被同行休成 但也会受到他本身的业务所拖累 因为他本身是在汽车经销 所以出现一个明显的跌幅 而且近这几天回落的尤其是很厉害 原因就是新股炒至现在 似乎市场觉得也炒得差不多 昨天出现一个明显的半新股股灾 很多昨天才上市的新股 就是一上市立即下沉30%都有 或者是在之前上市立即是头一天可以 然后也是每天下沉 那几个新股王 由中安开始 月文 Razer 和逆阴 逆阴 大家看到昨天的情况 就是暗盘涨涨40% 但开盘涨涨30% 到最后是升了几个百分比 似乎新股就有少少炒得差不多 对于正硬的东西 尤其是不利 就是本身的行业 即是卖车这个行业 近期就已经不太快了 兼且它的影子股本身 就是逆阴的影子股 正硬的逆阴 本身的股价也不太好 所以昨天看到 正通被人沽售的压力 其实是相当之重的 短期来说 我认为这间公司 暂时来说 就很难再上升之前的高位 两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就是 刚才说的就是 传统行业 卖车不走 第二点就是 本身新股 逆阴都不行的话 其实它很难 是有机会上升 但是我觉得 故事长远又存在 现在未必是一个适合 适合介入的位置 可能再等一会 或者回到一个 舒服的股值的时候 到时再是一个 介入的机会 好了 下一集回来 我想我们再讲其他的 真心不能输 喂喂 师傅 快点来参加啦 快点来参加啦 谢谢大家